好 起位 好的 現在 一個非常奇怪的訊息 我警告完了 然後現在 美國的媒體居然公告一件事情 習近平他講說 他的最高當局 居然有7億美金的資產 在國外 這個不是美國的媒體公告了 這是美國國會服務處 也就是CRS 你知道嗎 這個國會服務處 就有點像什麼東西 就是為我們 比如說立法院裡面 有一個單位 專門寫報告 給立法委員看的 那這個就是CRS 就是專門寫報告 給國會議員看的 那議員要立法 要通過什麼法案的時候 都是參照這個專家學者 他們提供的一些意見 而這個等於說 半官方的單位 竟然提出了一個東西 習近平在美國 隱藏了 大概有7億美元的 相關的資產 然後他認為說 中國在抓貪腐不是嗎 習近平在打貪反腐不是嗎 竟然最大咖的 竟然就是藏在美國 7億美元 而且他算出來 在美國 而且他說 他是透過什麼 習近平的這個姐姐 還有習近平的這個 這個家屬等等之類 還有他的老婆小孩 他的名義呢 在美國裡面 倭藏這些資產 當中還有包含 相對的稀土 稀土礦產的公司等等之類 加加總總 加起來的話 總共將近7億美元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他刻意放出這個訊息來 真的是非常不單純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習近平他現在裡面的 焦頭爛額 處理他的內政問題 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7月大概整個國際會議來講 有美國在主導 為什麼突然間 在這個時間點上面呢 放出習近平 有在美國有資產的這個消息呢 我覺得啦 因為你知道 如果有東西在人家的手上 那你是不是要乖乖聽人家聽話 不然的話 美國一項一項都跟你公告 美國 你覺得是在警告習近平 美國政府部門裡面 難道沒有習近平 這些相關的這個金流紀錄嗎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喔 他是不是要慫恿在中國的內部 去反習近平的勢力 或者是說 很多人不甘願了嗎 這幾年來來講的話 被習近平反貪腐 對 然後這時候呢 是不是要找個結果 原來你習近平也是這樣子 是不是美國故意釋放出這個東西 來故意要鬥倒習近平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喔 習近平在2012年能夠上位 其實美國有幫上一些忙 這上次不是在佛西來 他的那個王立軍 跑到成都領事館 美國是把這個王立軍送給胡錦濤 讓他去鬥薄熙來 薄熙來被鬥掉之後 習近平就可以上位了不是嗎 所以其實習近平的位置 是間接的美國在幫忙 那我今天 只有王立軍的那個神秘袋子 才有的這個東西 是啊 那如果美國既然可以把你捧上去 既然也可以把你拉下來嘛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在透過 一些媒體或者一些管道 來釋放出這些訊息 而且這是一個權威訊息 我剛剛提到 它是CRS的東西 它是一個權威的東西 所以代表說是美國政府在動手 而不是單純只是媒體在動手而已 是美國政府動手的 是啊 那個代表資料是確定的 那所以這資料固定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 因為這些在美國來講的話 個資來講也是受到保護的 如果你的相關的財產資產 能夠在外界曝光來講的話 一定是有人刻意拿給他們的 所以今天來講美國是不是透過這個東西 來要準備要鬥習近平 而習近平是不是在這第三任任期當中 做得非常不安穩 這其實我們要觀察 接下來拜登政府要出什麼手 來出什麼招來對付習近平 現在中美這件關係真的非常的對立 非常的緊張 剛剛講美國居然它是公部門 丟出了這個訊息 對於習近平來講是一個非常難看的事情 另外就剛剛講的 現在居然有很多的外國人 連續發生好多次 在中國居然 剛剛講我在跟你聊天聊到一半 居然就被用刀給刺傷了 對 其實來講美中關係越來越緊張 但是你很難想像說 他們一群人 四個人 四個美國人去那個地方當演講的講師 結果在公園 他就是當講師的 對 去當講師 被聘請到中國的 對 然後在北山公園在參觀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人大叫一聲 然後他們一回頭 就往他們身上開始招呼了 這一個人被砍的叫David Boomerner 他竟然講說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他不知道為什麼被砍 然後他等到有意識到的時候 是有其他的來把他扶下來 他那時候才發現說 我身體被砍了 然後其他的朋友也被砍了 所以一路以來就四個老外 就是他們的說法 在光天化日之下 對 居然拿到而且是針對他們 他們說基本上還有一個簡單的英語交談 對 然後他們就想說 哇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網路上面大家講說 四個老外怎麼會在北山公園 北山公園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一個觀光的景點 你去那地方拍個照打個卡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竟然有一個人持刀 持刀之後呢 還會講英文 這怎麼會在這麼神奇的一個地方 竟然也會講英文 然後呢就在這裡 然後呢 確定身份了 然後呢把他們給砍了 然後砍完之後呢 現在一直說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們可能是有碰撞到 問題是 外國媒體在問他 問當事人就說 我們沒有碰撞到他 我們就是在參觀 我們是回頭 有人大叫 回頭之後才發現 有人拿著刀子去砍他 所以現在回頭來講說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難道美洲的關係是越來越緊張了 好那剛剛講的 現在有四個外國人 四個美國人 他們那個等於說在那邊去講學 居然在公園裡面被殺 現在還出現了很多狀況 現在居然講的 中國現在出現一種那種情緒非常不安 連怎麼講 派出所的所長 包括很多的車子 也都受到破壞了 現在來講的話 感覺上大陸那個地方的話 整個民情都非常非常的焦躁不安 派出所的所長 去執勤的時候 被嫌犯直接刀子給殺死了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非常的可怕 因為他去逮捕這嫌犯的時候 這嫌犯反抗的非常的嚴重 所以他自己就說 我自己來跟他 我自己去抓他就對了 竟然就被他給殺死了 被殺了 對這還不是第一期 另外來講 三星有個政協的主席 因為他是一個參謙的問題 結果被人家強拆的人不高興 就偷偷偷偷跟著他 也動手拿刀子把他給殺了 現在來講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代謝 你說中國現在有這種很多拿刀攻擊人的刑事案件 對然後很多很多人都去哪裡去殺官 因為他有一個 殺官 都是殺官 以前你敢去殺政協主席嗎 當然不敢 你這樣都不敢 然後以前被拆了 那就這樣吧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這種民怨越來越高了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不是你剛剛講那個殺官那個東西 居然他們在搏鬥的工程裡面 身中15刀 對所以你就想說 到底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糾結 你竟然會有這麼高的情緒 殺人家15刀 那你說現在來講大陸的民眾到底為什麼很多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嚴查什麼地方嗎 以前就是打貪腐 現在在嚴查 嚴查打擊的是電動車 一個晚上出動了26萬名的執法人員去抓電動車 幹嘛抓電動車 這些電動車就想說 他們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因為電動車如果你電池有問題的話 那燒起來非常危險啊 所以我是為了你們行的安全 然後大陸民眾就說你們真的很奇怪 如果你覺得他電池有問題 你應該去抓誰 抓賣的人嘛 你應該去嚴格管制他的品質嘛 或者製造電池 對或者製造電池 但是他們現在就來抓這些買的人 然後呢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這個畫面 你知道嗎 他們在抓完這些電動車之後呢 馬上推出什麼 推出官方的共享電動車 你們不要再去買了 你們來買官方的 而且 所以我去抓民間 民間你不可以自己有電動腳踏車 你不可以有電動腳踏車之後 我就弄了一個共享單車 由政府來做抓 對他過去來講的話他的一個起跳價 有點像我們的U-bike 他就是一塊人民幣 可是呢當人民間的都被他給抓完了之後呢 馬上變成兩塊人民幣 但這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他非常的不忍性 比如說像這個人啊 他就是去儲值 然後呢 騎騎騎騎騎騎 你知道嗎 他扑該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卡 餘額不夠了 所以當你摳到零的時候啊 他不會等到像U-bike還站之後有沒有 他才說你還欠多少錢 他沒有 他不管你在什麼時速 當你的餘額變零的時候 他就停止使用了 對 他就說你就已經 out of control了 你就是沒有辦法來進行服務了 所以很多的民眾就有說 我自己買一台電動車 我兩塊錢我可以騎五趟 難道我們一定要用他的電動車嗎 而且用他的電動車 隨時會有破乾的風險 所以有這麼多狀況出來 對 慢慢來講的話 很多人甚至非常的不滿 你扣我的電動車 私人電動車 然後呢你逼我去幹嘛 用你的共享電動車 所以半夜很多人 去把他做什麼事情 把這些電動車有沒有 拿去河裡把它丟掉 把它丟掉 因為很多人被抓了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人 去把它丟到河裡 就是我不想用你這個共享電動車 我們知道這兩天 中國的媒體一片哀嚎 為什麼一片哀嚎 在這二戶戰車裡面 當美國開了綠德 現在他的飛彈 可以直接打到俄羅斯的境內的時候 那俄羅斯不是有SAM-300 不是有SAM-400 你不是有一些空中武器 可以做攔截 可以做阻攔嗎 就沒有想到 這些武器一點作用都沒有 這個SAM-300 SAM-400 號稱地表上最強的防空武器 就跟一個破銅爛鐵一樣 那你想說這樣已經夠慘吧 沒有 他還不是慘 還有更慘的是 之前講的 蘇武器被擊毀就算了 他現在蘇34 居然也故障 不算故障 他現在號稱他 無畏級的驅逐艦 現在幹嘛 在海上自己燒了起來 更誇張的是 他現在一個一個的防空飛彈 繼續地被擊毀當中 最近俄羅斯的軍方 連環的事故 尤其武器 好像不怎麼靈光 我跟他講 未來俄羅斯的 所謂軍工產業外銷 搞不好要兜打 要關門了 為什麼 沒人敢用了 大家看到你的表現 實在太糟了 這幾天中國媒體一直 中國媒體報導之後 下面網友大家罵翻了 在印度現在也很擔心 我們以前也買了那麼多 很多國家都覺得說 那我這個買了會不會變成破銅爛鐵 你看蘇57被擊毀 然後蘇34在飛了飛的過程 自己就墜落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現在他還在查 蘇34莫名其妙的故障墜落 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另外一個SAM300 被打了打掉之後 連發六顆上去沒有用 你就自己還是被 後來人家ATACMS 就把他擊毀 一拋就把他擊毀了 另外不知道什麼 這幾天又最新的 無畏級的這個驅逐艦 列夫青柯號在巴倫之海峽的時候 突然之間自己自然 自己燃燒起來了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目前為止 那就是這個五位 在巴倫之海峽自己燒起來 那燒起來的話到底什麼原因 俄羅斯目前為止也不知道 所以目前你看俄羅斯幾乎是 陸海空軍全部都出問題 所以現在你看 這個中國媒體這樣報導 蘇密院10號嘛 就是說這個歐歐衝突爆發以來 俄國的這個空天軍 屢屢刷新丟人的這個紀錄啦 所謂沒有最丟人只有更丟人 這個這樣一個狀況嘛 這個烏克蘭宣布摧毀一艘 一艘蘇57嘛 而且直接講俄羅斯的軍隊 也就是紫老虎 對 然後假如說俄羅斯沒錢了 容易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呢你就說看看俄羅斯的汽車 看它的家用產品 誰敢買 粗糙 笨咒 不注重細節 連個麵包都是又粗又笨 對沒錯你看還有人說什麼 俄羅斯飛機經過這次俄烏戰爭 神話被打破 武器市場的份額也丟了這個大半的這個狀況 所以本來就是目前為止 他們大家都是把這個看起來 沙爾侵略的飛機就是一堆廢鐵 誰買誰上當 那不是中國買了很多了 中國買了很多啊 所以你知道中國現在就開始在擔心 那這個到底對中國 對這個俄羅斯怎麼影響 它的武器真的賣不掉了 從2014年到2018年 它當時是世界第二大的武器輸出國 僅次於美國 可是呢 開始在打這個俄羅斯戰爭之後呢 它賣不掉 所以它的份額大幅的下滑 你看從2019到2013年 它已經退到第三名 僅次於法國 可是這因為還包括2019到2020年 如果你要算這幾年的時候 它其實出貨量是大幅的下滑 大概已經排不到全世界前五名了 而且剛剛講 你說蘇57停在這個所謂的跑道上面 被砸掉 你還沒有說 我得出師未解 身先死 對 今天大家討論的是 你的蘇34 蘇34先它的主力戰盡 你今天要掌握整個空休 靠著就這個蘇34 可是現在竟然突然的就墜毀 而且墜毀的原因完全不知道 對 沒錯 事實上這是俄羅斯國防部公佈的 它是說有一艘這個蘇34的飛機 飛到這個北奧塞梯的這個阿蘭共和國 這個地方 約莫斯在高加索這一帶 結果飛機執行任務的時候呢 不明原因突然之間你看就這樣 就直接墜下來 墜下來之後 然後就機上有兩個飛行員 就不幸的這個過世的這個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他們也在查 他們就說這個很奇怪 因為為什麼 因為說真的 他說如果真的是可以逃生的話 兩名飛行員應該可以彈射出來 可是好像最後也沒有彈射出來 就這樣過世了 所以到底是什麼回事 那事實上你看 從2022年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蘇34有遭到非常多次 一個是2022年被監射飛彈擊中 然後今天2023年也是墜毀到大廈裡面 然後2024年的時候 後來又被擊毀了三輛 然後這一次是自己墜下來 所以你看短短的時間之內 他是蘇34 要嘛自己墜毀 要嘛被打下來 就是一大堆 無人機可以打 飛彈可以打 連監射武器都可以打 他想說到底是什麼回事 蘇34好像變成是紫老虎 你飛到哪裡去 人家要打你都隨便可以打動你的感覺 所以不但是你的防空設備 像是破童爛你 對於對方的攻擊 你完全沒有任何防復能力 你現在攻擊武器 剛剛講 你雖然現在拼命的製造 可是妙子是妙子在哪裡 當美國開始警告中國 你不要再給我備品 不要把這些東西再給俄羅斯售 俄羅斯最近的武器就一直故障了 對沒錯 事實上尤其是這一艘 這艘叫列夫清科海軍上將 事實上寶傑 這一台車 這一台這個 這個所謂巡洋艦 它是做什麼呢 它其實是反潛 它很厲害的反潛 還有反 如果說 包括說反艦 雖然上面有非常多的武器 魚雷設置都是為了反潛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反潛的 這個飛機在這個地方 這個K-25 還有K-27的這個直升機 雖然這個反潛非常厲害 雖然過去一段時間被派在黑海 派在黑海這個時候 對整個烏克蘭戰鬥力 形成很大的壓力 可是因為它前一陣子 回到俄羅斯北邊的這個地方 來修理 就修理之後 修完了 準備要回來了 就從巴倫茲海峽出來之後 就沒多久之後 突然之間發生 又起火了 起火 你看就這樣 就這樣起火燃燒 不明原因 就6月10號 然後起火之後 它就說 馬上就籠罩在這個火海裡面 籠罩在火海裡面來說 很多人就開始跳 跳下去逃生 就到底是什麼原因 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一艘 這個所謂 所謂列夫青科號 被認為叫做 黑海巡洋劍 皇冠上面的明珠 你就知道說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艘劍 就自己就燒起來 你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非常尷尬 我們知道其實 因為 我們最近不是講嗎 這個美國開綠燈 你已經可以攻擊到這個 譬如說你用這個ATACMC 可以攻擊到300多公里對不對 那你知道 這個時候 很多俄羅斯的船開始緊張 為什麼 這一艘 這個潛艇 這艘潛艇是什麼呢 它去年被這個 這個所謂 暴風黑影 打到 打到的時候 因為它停在這個基地裡面 被擊中嘛 被擊中的時候 俄羅斯就說 糟糕我們要回來修理 他把他修 他拖 把他拖回來 拖到什麼地方 拖到頓河 頓河在什麼地方 頓河約莫是在 這個如果你從這個所謂的 這個 從克里米亞半島進去的時候 他在那個地方進去有一條河流 距離這個前線 大概有沒有300多公里 他想說我拖到這個地方來修理 沒問題嘛 結果沒想到最近一段時間 你看 他之前被 你看被擊中的這個樣子就出來了 被擊中 被擊中 那沒想到在那邊修 修結果結果 他們現在就說糟糕 因為你現在ACMS 300多公里 可以涵蓋到他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們現在說怎麼辦 搞不好要再拖到 再拖 再拖到別的地方去修 所以你說到事實上現在 事實上我們必須說 所以你說照這樣講 整個俄羅斯 它所有的基地 所有的軍隊 都如驚弓之鳥了 他現在在前線的所有的基地 所有的軍隊都要趕快往後撤 尤其是有重量戰略物資的 像這個潛艇 這個潛艇拿羅斯托夫號 然後被擊中 他們俄羅斯一直很想修 沒想到我一直拖 原本從這個黑海在那邊修 然後拖到盾河裡面來修 現在都有可能會被擊中 所以事實上俄羅斯 目前為止面臨到 美國的這些所謂新式武器 可以說是幾乎 無力可以抵擋的一個局面 我們怎麼做一下 我們怎麼做一下 我們怎麼做一下